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播大兄 首先来看看过去24小时的战况 地内伯和方向,俄罗斯人应该是已经放弃了保卫地内伯罗群岛 在岛上的俄地205旅的部队正在慢慢被残属 据称,昨日俄军派出了一支侦察部队,意欲登岛探查 但是,乌军炮兵在他们登陆的时候,连人带装备和登陆艇一起炸毁了 在金伯恩河上,乌军巩固了其在左岸 金伯恩斯卡·斯特利尔卡的桥头堡 并向切隆路段的多个方向发起攻击 由于双方消息静默,战线变化上没有更新 重发一遍昨天战报中的地图 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这个小型的桥头堡正在向南扩展 在奥利斯基,目前该是已被乌克兰的炮火完全覆盖 昨天,乌克兰远程炮火再次袭击一个更大的弹药仓库 这里作为后勤枢纽失去作用 附近的俄罗斯戴要库阵地和部队集中地都被乌克兰炮兵摧毁了 在哥萨克营地村,俄罗斯人昨天对这里的阵地进行了反扑 但再次遭遇挫败 有消息称说,乌军在防反中击毙了不少俄罗斯人 但我还没有看到视觉上的证据 俄罗斯著名的军事博主雷巴尔称俄军在左岸地区需要更多的人 但是,指挥部仍然继续从这里抽调部队去扎波罗地区 这足以说明俄军兵力有多捉紧见肘了 网上出现的一份据称是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的动员令 该动员令将于9月11日生效 到11月1日,总共需要动员20万人 这份文件的真实性尚无法证实 扎波罗尔前线,扎维特涅巴赛尼亚方向自从乌军攻入了村子后 这里一直处于激战之中 目前村子的北部和东部都处于灰色地带 另一方面,绕过扎维特涅巴赛尼亚的乌军部队 已经打到了旧莫利尼弗卡镇的边缘 并随时可能在炮兵的支援下取得突破 以此同时,乌军攻占默克里利亚河谷的战斗也正在进行之中 并取得了不小的突破 科帕尼、辛普罗、科皮夫卡、维尔伯维方向 乌军第15旅昨日夺取了维尔伯维以西高地上的战壕 还攻陷了一个俄军炮兵阵地 此外,第44独立炮兵旅的士兵使用了155毫米急速弹药 击中并摧毁了维尔伯维西南过来增援的俄罗斯一支大型纵队和装备 目前维尔伯维的俄军已经退缩到了镇子的南部 乌军已开始向奥切雷托瓦内 几乎所有俄罗斯博主都承认 乌军在这里突破了苏洛维金线 并吐槽说苏洛维金的牙齿6公里宽 几乎没有经过战斗就投降了 接下来,乌军很可能扩大攻击并切断T0401 这样一来托克马克就很难守住了 巴姆特方家可以肯定的说K村已经没有俄罗斯人了 有个波兰博主爆料说这里剩下的俄罗斯人集体投降了 但是我还没有看到相关的视频或者照片 安德里夫卡的俄军虽然仍在顽抗 但其补给不足 并被三面包围 乌克兰炮兵昨日再次向这里发射了几处弹药 俄罗斯频道称其为地狱 如果俄罗斯人最后撤退到了巴格莫特河后面 那就有意义了 此外,一家俄罗斯频道声称 乌军设法在安德里夫卡以南的铁轨西面 建立一个桥头堡 大约在夏图第一个黑色圆圈地区的蓝色等于铁路 这意味着经过一段时间的接待 俄军的铁路防线终于被突破了 东部战线库布扬斯克 新西夫卡方向即使是最保守的分析员也承认 这里的局势已经完全被乌军控制了 斯瓦托夫方向 俄罗斯人在新霍里夫卡遭遇惨败 乌军昨日对热尔比扬机发动了阳攻 并在虚晃一枪后突袭卡敏斯科 取得了相当不错的实地进展 自此可以说 俄罗斯在东线的下线攻势已经基本失败了 尽管他们在四个主要地区投入所有的预备队 但未能取得什么像样的成果 现在一些俄军部队已经被调往了托克马克 所以这里就只剩下囚犯兵的人肉重逢了 乌军在艰难的条件下依然取得巨大的胜利 必须赞一个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昨天视察在东线作战的乌克兰部队 并向击退俄罗斯入侵的八个战斗旅的指战员颁发了寻张 这是乌总参公布的昨日战国 依旧是这么的稳 大家看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俄罗斯陆军上将希尔盖斯洛维金昨天被拍到与妻子安娜在莫斯科散步 在普里格金兵变失败后 斯洛维金被解除了俄罗斯空天军司令的职务并遭到软禁 现在看来他应当是已经获得一定的自由 比利时在最后一艘仍在使用海麻雀导弹的德国会计舰退役后 购买一批海雀导弹 并准备将其运往乌克兰 据纽约时报报道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计划今年9月访问俄罗斯 并称普京将试图说服金正恩向俄罗斯提供炮弹和反坦克导弹 埃尔多安失望而归 与普京未就续签粮食协议达成一事 普京在索契会议结束时表示 俄罗斯将做好恢复粮食协议的准备 并将在所有记录的协议得到履行后立即采取行动 普京在索契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乌克兰的反攻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 有乌克兰博主调侃说 他最好买一部智能手机安装TJ 看看俄罗斯军事博客对战场的看法 俄罗斯卡瓦尔落入了亚作海 莫斯科把北极地区的防空系统调到了莫斯科 这是一张在莫斯科地区的防空系统的照片 图上的这套系统是DT30PM 其底盘上的PSA ZRPK 是俄罗斯专为北极地区打造 这间接证明了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的战争中 的确损失了太多的现代化中短程防空系统 雷兹尼科夫的辞呈已基本被通过了 接任者乌梅罗夫今年只有41岁 此前在谷物交易 囚犯交换等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 被很多人认为是迄今为止最有能力的候选人 据图片报报道 尽管外交部长贝尔伯克和财政部长林德纳都表示支持 但德国总理舒尔茨还是决定 推迟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 一方面他担心乌克兰将使用这种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 另一方面 柏林内部关于是否需要与克里姆林宫进行谈判 仍在反复的辩论 怎么说呢 前途是光明的 但道路的确相当曲折 昨天和朋友谈起最近的一些热门话题 一桩桩一件件欲说还修罗 还是那句话 逻辑常识同理心 才是我们认识这个世界的有力武器 有之则有思考 无之则必浑恶 或者也可以这么说 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但也不再是丛林 在那些对人类影响深远的大事上 不妨对人性多一点信心